這個房子如果阿伯拿不出 匯款紀錄四千三百萬 我們強烈懷疑 以豬雅虎去作證 要查這個事 很可能是金華城的資產而後洩 柯文哲花費四千三百萬 買下的商辦被議員質疑 恐怕是金華城案的後洩 因為柯文哲口中的陳姓原屋主 恰巧跟金華城董事長 陳玉坤同信 懷疑市莊假買賣 不過民眾黨拿出商辦 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 反控議員含血噴人 議員他的頗分的內容 他沒有提出任何的證據 但是我們這邊已經準備好了 關於產權移轉還有契約 等等相關的內容 這對兄弟黨他們是原本的屋主 兩個人共同持份二分之一 他們兩個年齡 大約是在68歲到75歲之間 鍾小平議員他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你又說這個陳玉坤沒那麼老 生不出七十五跟六十八歲的兒子 那陳玉坤可不可能是他們的兄弟 雙方隔空交火但民眾黨出事的契約書 買賣價款總金額一欄 寫著六十一萬七千八百元整 但總價不是四千三百萬嗎 議員質疑契約內容自曝其短 總價就四千三百萬難道是六十一萬賣給你嗎 那不是很奇怪嗎 他只公布部分說不定就是隱藏嘛 因為你的格式跟這個內政部規定也不太一樣 不實的一個資訊污蔑在我們身上 那四千三百萬的金流從我們賬戶出去的 我有網銀可以拿到的 我已經有提供了 柯文哲風波不斷四千三百萬的商辦金流真相 究竟為何就等減掉 抽死撥檢 三新聞綜合報導